1963年,周园出土了一件青铜宝器。 这件青铜器就是著名的何尊。 何尊上的名文宅自中国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 今天我们也把何尊的复制品请到了现场,让我们一读它的风采。 看着是不是很震撼啊? 对,我的眼睛就一直难以离开它。 它外面的文室特别讲究,有非常细腻的,也有粗犷一些的。 而且它的气形呢,不娇媚,很有中国人的这样一种大气端庄之美的追求。 这一件青铜器啊,它被发现,到最后被大家所熟知也是经历了一番命运多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是1963年,一个农民修房的时候挖出来的。 它就把它藏在家里,到六五年的时候,它弟弟就把这件尊拿到宝鸡市, 卖给了奋品收购站。 有幸的是,被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同志给发现了。 然后呢,馆里面呢,就把这件青铜器从奋品收购站又买了回去。 这前前后后,一卖一买,每次都是当时的三十块钱。 这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件青铜器。 这个铜器出土的时候,上面有秀,谁也没有发现这个上面有字。 而且呢,它和以往这个商墨周出的铜器啊, 还有很多样子长得很像,体量也差不多。 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没有这篇敏文的话,说是商贷,也不闻过。 但是呢,幸运的是,一九七五年的时候啊, 镇件青铜器运到本京之后啊,清理铜锈的时候, 在那集啊,大概只有十六公分的直径, 发现了一百二十二个字。 这文字一发现,镇件青铜器的价值, 就立马起高了。 到目前为止,它应该说是我们发现的 西周初年最重要的一件青铜器。 宅子中国实际上很重要的理念, 体现大一统观念在周出形成。 我们经常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城, 就是体现这样大一统的精神。 要既告天使,天使就是天下之宗, 所以它才叫宅子中国。 这件器物是有非常重要的意味, 所以对我们后来的思想观念, 价值观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 这个和尊的名文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第一个,就是名文起首就说到了 雷王初千宅于成州, 也就在周成王五年的时候, 他立了一个新的王庭, 叫成州,也就在今天的河南的洛阳。 它区别于周园, 也区别于文王所建的这个封义和武王所建的浩经宗周。 因为周园, 我们说是西州发源的老家了, 但是封浩两经呢, 实际上从地理位置上来说, 它太偏西了。 它不利于统治广大的东方, 也不利于统治中原地区。 所以这在地理上是不利的。 那武王灭伤以后, 他第一个考虑的, 就是我要在天下之中来治理国家, 来治理天下的人民, 而我不能太靠西。 这个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 世代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居中而至的政治观。 这天明文当中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宅子中国四个字。 这除了这四个字, 还有哪些是格外值得关注的。 在和尊里边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地来弘扬道德了, 就是这个德字。 里边有一句话和宋扬成王的, 叫为王功德于天, 就是王的德已经大道了, 可以把天充满了。 我们知道了, 这个为王为天子的首先就是以道德修身。 这实际跟后来儒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这个德字很有意思, 它是在商代的一个侄子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心字。 这个字最早出现在武王时期的天王鬼。 也就是在西州的时候我们才最早看到了德字。 在商代的时候没有这个字。 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人没有道德。 当时的人们把道德用另外一个概念把它规范了, 就叫文。 也就是孔子说的那个欲欲乎文哉那个文。 文和德都是通过心的修养来使正心来产生道德。 它的核心就是诚信。 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